128 環球時報 東芝三代社長因虛報利潤辭職 2015年7月22日環球財經十一田宏本部駐日本特派記者 田宏日本東芝公司21日宣布 因虛報利潤1,500多億日元 約合74.85億元人民幣 社長田中九雄、副董事長作座木則夫、 顧問西田厚聰等前後三代社長 當天集體引咎辭職 日媒評論稱 東芝會計醜聞造成巨大震動 歷代掌門人集體引咎辭職也是日本比較罕見的事情 據日本共同社21日報導 田中九雄傍晚在東芝總部召開的記者會上道歉 稱向所有人表示尤聰的協議 至22日起 暫時由董事長失丁政治兼任社長 美國評級公司標普21日宣布 將東芝列入降級觀察名單 今年2月 日本證券監管機構接到東芝內部人員舉報後 開始暗中調查該公司會計違規問題 監管機構認定 東芝沒有實時計入虧損 涉嫌違反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 東芝公司不得不聘請由專業律師和會計師組成的第三方團隊 對該公司進行獨立審計 20日以東京最高檢察院員檢察長尚田廣一為委員長的第三方委員會 公布了調查報告 報告認為 東芝前後三任社長通過向下屬施假壓力等方式 在經營判斷上進行違規的會計處理 虛報理論總計達到1518億日元 此外 中芝自查部分虛報理論達44億日元 路透社分析稱 東芝造假的原因 是因為高管擔心福島核電暫時故對其核能部門業績產生衝擊 於是對小型儀表、電子收費站等新業務下達不現實的業績要求 慫恿去報成本和收入 田中九雄增級公司高管發電子郵件 敦促他們通過可以利用的手段收息財報 預計東芝16名董事半歲以上將在9月的臨時股東大會上離職 日本媒體表示 東芝虛報利潤從側面反映出日本電子企業在轉型調整其的招累 2008年雷曼危機後 索尼、松夏、夏浦、中芝等幾大日本電子巨頭集體陷入虧損 各大公司隨後進行結構調整 從夏、東芝轉移實現紐規圍形 東芝此次虛報利潤雖不會導致業績重回赤字 但無疑損害外界對整個行業的信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